《中文哲》 種子很奇妙 很小顆 很卑微 但影響很深遠 但這件事我們希望有人繼續承傳下去 不要看這顆種子 陳坤記最早就叫我爺爺 下來香港 戰前到香港 我們爺爺賣種子不會太複雜 賣蕃茄、沙角、菊種等 五零年左右 開始有個檔口出現 檔口在元朗前的合憶街 爺爺租了一個檔口 用陳坤記的名稱在這裡 我爺爺和爸爸在這裡賣的 這個已經是1983年 我們正式進入自己的自治物業 我們來店舖開張 有些朋友、行家 送花籃給我們 當時菜種擺放很多 一瓶瓶、一瓶瓶 比現在多了一倍 現在的人已經少了 這個差不多是40年前的我 店舖開張 朋友們在外財門口 看回以前的財種很多 薩蟲睡很多 鐵罐很新鮮、很漂亮 立立亮的 那時候是光輝歲月 那些桶都很漂亮 以前原來最少八、九間總子店 現在應該是兩間半 有一間很久才開店 差不多接近黃昏六點才開店 那我們的行家叫做半間店 那叫做兩間半 都是少了很多 因為我們是元朗最小的間店 是最小的間店 我媽媽很有智慧 如何去做生意呢 就會將菜種和薩蟲劑 拿上圍村 開始幫店舖 最早幾的三年班 三年班 那時候我會幫媽媽 抽些薩蟲水、菜種 抽到上去 現在的龍珠島 那幾條村 宋公佛 小臭村 蛇地窩 少嵐大嵐 那裡抽到那裡賣 我第一個單車是 中學方溫的 那時候買單車是用來上學 我媽媽的單車是主要來送貨 用單車會踩那些肥料 一邊踩 踩到上面 踩到上面 天后面那裡 這裡附近一帶 遮一些村落 都會踩到 考到車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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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就讀完中學了 就買了貨車 貨車是1.5噸半 開始就會多了貨送 因為有車 這條村是馬典村 整條村都是種西洋菜 它們九成都是客人 現在全部都變成房子 那裡是大麒麟村 大麒麟村 即現在是 對面的碟 翠豐、上城那些 那些房子都建成了 以前全部都是種田 那裡主要種種一種 大部分是種白菜 是很有名的 白菜 做著做著 今天又生意好了 車又不夠用了 換了一輛3.3的車 那時候都是同樣走這種區域 那時候就轉去到馬油堂 馬油堂 即是將軍路那裡 那裡 我送貨去將軍路的時候 他那裡剛剛才開始產 將軍路發展 那些奸田的叔叔說 過幾年沒得奸 一律一律收地 而是在那裡送貨 送了幾年 幾年之後終於都沒有了 因為將軍路都建了 將軍路 其中包括送馬油堂 馬油堂那些菜 我記得全部都是西洋菜 我記得 那輛車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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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全部都是菜田 很遠有屋 很有印象 奸田的人很誠實 很薄素 很好客 因為很多時候 他們有些種子要幫我們買 但有些種子要自己留給你用 今時要留多了會讓給我們 我們也會有自留種 出現在賣 我們店舖也有幾樣自留品種 這個菊種 水瓜種 洛神花 另外還有梅菜 這幾樣東西都是旅遊記 給我們放在賣 菊種在元朗 起碼都超過一百年以上的歷史 是元朗絲苗 元朗齊薇 很出名 隨著市區不斷發展 各樣種水道的田地 不斷不斷萎縮 現代家庭農夫 又興起種米潮 種子又有少許浪 出來再流轉過 做運行那麼久 有一個很難忘的回憶 有個農夫叫梁逸 我叫日叔 他每年初四開店 他一定是第一個客人進來 他會幫我買種子 訂一包膚粉 然後給我一包禮事 他都說我是你每年第一個客人 我真的很感動 很有心 我經常記得 我們以前是元朗最小的店 我記得有時候買菠菜 我可以把菠菜倒閉 角仔換了 倒閉幾十包 一包是五十磅 現在我們賣一年 都賣不到五十磅 種的人多了 但他們買的東西少了很多 發展我不敢說 因為已經做了這麼久 但我堅持說 這是組業 我也是看著他們 有一天就做了一天 坦白說 我現在在這一行 我未必能預期賺到很多錢 但這個過程 其實也是一個開心的事 我們是1939年正式成立 當年只有萬俠 因為我們有合夥人 我們每個合夥人都選擇一個字 組成一個品牌 因為拆樓的關係 合夥人就退股 所以我們就加上自己的聖事 成為了一層萬俠 我自己本身是第三代 第一代是我爺爺 第二代是我伯父和爸爸 第三代是我近兩三年回來 看見這裏 其實都是不同各種類型的種子 而每一個瓶上的字 亦都是我爺爺 他自己手寫出來 其實就是我爺爺 本身在未來香港之前 在大陸做類似經營菜種生意 所以自從他來到香港之後 其實很順其自然地 找回自己熟手的行業 所以就選擇了做菜種行 而扎近了會在上環區 其實都有一個原因 因為其實過往 我們都有不少離島的居民的客戶 而這裏附近 其實就有統一碼頭 港岸市碼頭 所以其實就會方便 那批住在離島的居民 那次成行城市 其實大約十多間 都集中在這條街附近 其實主要是因為我爺爺身體不好 他就做了一個大手巡 所以其實就不能夠再在這裏 擔當太多的責任 我之前做的那份工作 看到其實也有少少瓶頸 所以就不如 反正也是 把衣服一橫 就回來幫忙 繼續做 回來都接近三年 環境和之前是有少少不同了 長遠看其實都還可以 因為其實你看到 香港自從有疫症之後 其實香港人注重健康 衛生等各方面 是會多了 所以其實就多了一些 一些省的客戶 過來嘗試問一下 譬如我只有一個露台 只有一個花槽 可以種到些什麼 都會多了人去嘗試這件事 當然 這批是新的客員 但舊有的客員來說 其實都要維持的話 其實就可能會比較難一點 因為正如我所說 其實很多農夫都已經上了年紀 到他們真的七到八十 未必再能動的時間 他們都未必會再能夠出來 去找我們這間店 或者去買他的東西 亦都買完之後 未必能夠回去坐地 去翻土這些那麼辛苦的東西 他們就未必做得到 所以其實會有客員的流失 亦都會有新增的客員回來了 坦白說農業已經開始釋味 現在真的有種東西的 可能都是家庭式 或者是天台農莊 學校等方面 其實他們買的東西 可能是以兩計 一斤和兩的轉變 就是一斤就有十六兩 所以你看到大約是十六分之一 每個客人進來買的東西 可能最低10-20元 其實已經有交易 但可能以前農夫 當然以前10-20元很多 但他們買的數量方面 會比現在多很多 老農的比例相對不太多 不過來到也會認得 尤其是我八父做了這麼多年 他一定認得 也有農二代 但一定不會多 跟你說很多農二代 我想那個人應該都在騙你 因為始終找到的錢不多 而香港真的需要一個 很需要找到錢的行業 所以農二代不太多 唯獨是一個有趣的 就是其實有個老農夫 其實之前還一直有來的 早幾年 我回來的時候還有來的 但我想這一兩年開始 身體沒那麼好 就是他兒子代勞 他兒子會來幫他買了所有東西 叫我們拿去街島寄 一次過運了所有東西 進去煤窩 以往的客人是來銷售東西給他 現在的客人是要求你 要給他那樣東西 這就是上一代和現在這一代的分別 我也有搜尋過其他 種子譜的Facebook 其實他們不太多 始終這些社交媒體的東西 老一代其實都未必容易去處理 如果他們沒有新一代 去接手他們的行業 或者接手他們的店舖的話 其實要他們處理到社交媒體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 我開了Facebook 或者我不介意 我把我的WhatsApp放上去給他們 其實對於他們問東西 或者接觸這件事 會簡單容易了很多 所以他們會過來 都會是其中一個原因 第一次幫我們買東西的客人 多數都會親身出現 之後第二三次 可能他們覺得買慣買熟 他們可能之後才會盡量網購 大家都繼續努力 不論你們也好 我們也好 你去努力學種東西 我去努力拿多一點的貨筆 可以賣支持給你們也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這方面共同努力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YK